《國際遲合》 《國際遲不願遷遇》 《國際遲遇》 《國際遲遇》 對於何君堯先生遇襲 我們當然是自以慰問 亦都感到非常憤怒 其實現在已經進入選舉期 大家見得到 很多參選人已經進行拉票活動 何議員亦都在拉票期間遭受襲擊 這亦都令我們所有候選人 都擔心選舉的安全 我們真是想不到 現在香港的選舉 去到這樣的一個 黑色恐怖的氣氛下 這些黑色恐怖 是威脅到 還有候選人的人身安全 生命安全 我在這裡也呼籲 各位的候選人 更加應該要積極去避折 千萬不要被黑色恐怖嚇到我們 《溫耀議員》這件事件當中 其實都真的很可憐 因為我見到那位 都是一位年輕人 網上看到資料說 他也是80年代出生 89年好像是 其實我見到我們現在 年輕的一輩 用一個暴力的手段 去宣洩他的聲音 或者他的憤怒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作為香港一個法治社會 是不可能去容忍的 同一時間 因為我在學校也有一個老師 其實我相信 學校裡面的教育當中 其實我們都非常強調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暴力 我們都應該要去譴責 看到有預謀去傷害一些候選人 我覺得社會不應該有這個風氣 作為自己是一個旅遊的從業員 其實香港六月開始到現在這些活動 其實嚴重影響香港旅遊的經濟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行業 比沙士的時候更加厲害 為了會